如果我说,看完这个视频,你再也不怕来批城,就问你,你学还是不学? 废话不多说,先从城头开始。 首先,右边双层楼,跳到围墙上一个攀爬,这就上来了。 点上这种双层楼,如果二楼门没了,就往门右边,准心对准箭头位置,然后往后退一点,攀爬。 所有这种房都可以。 城头奖完了,奖右边三角,同样的方法上来之后,隔壁几个房顶,就能轻松穿梭。 下面矮房,也是可以轻松上到这些房顶。 记得活学活泳,然后就是迷宫楼右边五房,来到这个海景房二楼,直接连贴着门,触发攀爬。 前面三个房子,都是直接大跳就能上的。 然后就是面前的蓝色矮房。 来到围墙,对准门框一个攀爬。 下面讲城中,像这种二层楼把门往外,往前一个大跳。 隔壁房区也是一样。 然后就是这个厕所,把门朝外一个攀爬。 对准前面二楼大跳,也是能轻松上二楼的。 再讲这种三层楼跟隔壁的矮楼,跳到围墙上。 然后对准右边门上面的破烂玩意。 这里开镜,可以打三层楼转角的老六。 隔壁矮楼,直接沿着墙边,一个助跑攀爬就行。 也可以在围墙上,对准一楼这铁栏杆攀爬。 下面讲一条街车库,隔壁几个房间。 来到栏房隔壁房区二楼,到阳台对着栏房,一个大跳。 转身对准二楼角落,一个攀爬。 隔壁楼一个大跳,也是能直接过去的。 他哥的事物了,反正能过去就对了。 视频太长了,分两段发巴。 下个视频,讲隔壁三层楼跟车库对面的各个房区。 建议各位点赞收藏,反复观看下个作品,更精彩。